干烧鱼翅 干烧鱼翅是一道烹制难度较大的川菜 是川菜宴席中的大菜之一 做这道菜的原料是水发鱼翅100克 鸡 鸭 各一只 冬笋丝250克 火腿丝50克 调料用味精1克 胡椒粉0.5克 白糖1克 精盐6克 料酒100克 香油25克 糖色25克 菜油50克 制作的时候 先把鱼翅中较硬的筋骨去静 在放入水中 用水抄透 抄的过程当中 应该随时 撇去浮沫 鱼翅捞出以后 放在清水盆中 再将鱼翅放到纱布上 然后把纱布的四个角系起来 以防止在较长时间的烧制过程中 鱼翅出现碎烂 鸡 鸭分别放在水中抄透 以除去血污 将鸡鸭捞出以后 放在汤煮中 中文字幕 商量数 去镜子 在汤桶中加水 放入鱼汁 葱 姜 精盐 和味精 糖烧开以后 再用小火长时间的煮制 然后把鱼翅捞出 放在盘中 炒锅内打底油 放入火腿丝 冬笋丝进行煸炒 加入料酒 鸡汤 放入金盐 放入金盐 味精 加入糖色 同时放入鱼翅 这时候可改用小火烧制 汤汤汁收浓以后 淋入香油 淋入香油 淋入少许淋油 盘中 这道菜就做好了 这道菜就做好了 火腿丝 在大火腿丝里 在大火腿丝里 放入金盐 达到金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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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烧鱼翅 这道菜的特点是颜色金黄 翅汁光亮 质地柔和爽口 汁稠味浓 质地柔和爽口